大家好,最近我接到了一个很棒的工作 是在云南的一个旗行活动 在机场我遇到了同行的小宅 后机的时候,闲着没事儿,就抓着他拍照 这段旅行就算是正式开始了 后来的几天我也每天都在帮所有人拍照记录 能拍拍照片我觉得很幸福 它让我在整个行程中有事可做 并且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回头 小姐,请问去你的新的密码是多少 是1991,7月31日吗 哈哈哈哈 你穿古舟梭里 独调寒浆血 负责我的FollowPD 磊哥是一个很好的人 有人跟她说,希望我在录制的时候能多说一点话 她回答,嗯,月月不需要说很多话 只要能玩的开心就好 谢谢她,这几天让我一直过得很自在 这是旅行的第三天 我们到了一个农场 也是我最喜欢的场景 摆盘呢 那个歌诈 哈哈哈哈 还是两点半 拜拜 这是我这几天睡的最舒服的一个房间 因为她每天早上一打开窗户 就能看到外面的稻田玉米地 还有向日葵 一大早就会有人在田地里劳作 还有摩托车在小路上来来往往 吃饭了吗 吃饭了 鸡制的小分队晚上到买青芒果 老板问我们要不要站着吃 小爹说不要,我们想坐着吃 老板说,我是问你们要不要辣椒面站着吃 哎,谢谢 抱歉 芭蕉欸 全滑 黑豬 芭蕉欸 欸 好作作 掰掰 掰掰 掰掰